如果在大日子或拍攝前 我建議在兩至三日之前剪頭髮會比較理想 因為剪一個Skin Phase Eye Part 如果馬上剪完頭髮會比較鎮定 如果兩至三日後 鏡頭髮會變得比較自然 拍照或出席婚禮時會比較自然 如果拍攝前一日收剪也可以 當然如果有時間的話 即日早收剪就會最理想 其實要視乎新郎當日的造型 如果它是比較方便的話 我建議剪短一點 比較短一點 輪廣會比較出一點 配合它的方便的造型 如果它比較隨便的話 其實可以留一些長度 有些鍋鏈 可以做自然一點的造型 即是視乎當日的衣著 以及它自己的要求的風格 面型的話 其實不是最主要因素 因為其實你配合適當的剪材 是可以按下臉 都可以適合很多髮型 最主要反而是髮質 以及頭骨的問題 但如果你的頭骨的話 你可以配合不同的飛力 去改善頭骨的形狀 髮質方面 就要靠產品和吹頭去造型 其實最主要都是要吹頭 以及用產品去造型 因為有些人 譬如她的頭髮比較鋼 很空閒的頭髮 如果她吹頭 以及用不適合的產品去造型 其實可以改善她的問題 當日的話 其實建議用一些鋪味去裂頭 因為可以用一把梳 隨時再造型 如果在梳方面可以用一些 可以令梳軟化 在內的梳的產品 令梳的造型 可以保持得持久